昨天,巴基斯坦在卡拉提船厂举行了隆重的钢板切割仪式,为巴海军在五国技术研究下建造的第五艘053A型常规潜艇开工 虽然巴基斯坦在新闻稿当中说这是巴基斯坦的第五艘新型潜艇,但是实际上要说生产序列号上,这应该是巴基斯坦在国内自主建造的第一艘 至于前面的第一艘到第四艘,那自然是在我国武汉的某家中业建造潜艇和轻型护卫舰的船舱 在紧密有序的施工过程中,预计到明年咱们就能见到其中几艘在长江上露面的情况了 这样一来,巴基斯坦海军在主力大中型水面舰艇完成了基本的中国化 从担任绝对区域防空和反舰主力的05CAP型护卫舰 到次级主力舰F22P,已经全是我国制造 而现在潜艇也果断选择了我国自用型039A型常规潜艇的出口方案 也体现了对我国国产海军装备一如既往的信任程度 而且这回一潜艇就是直接8艘的订单 而且还是我国限造4艘 巴基斯坦在我国帮助下自产4艘的超大合同 这种大型军手订单在国际上是真的非常罕见 更是不能排除巴基斯坦在试用满意之后继续加定的可能 而且我国这次给巴基斯坦出口的订单方案也足够满足他们的期待 我国的潜艇发展一直是不断改进小步快跑的状态 每个批次的039或者093都能在外观上看见不小的变化和性能提升 只不过与核动的潜艇目前与美俄英还有不小的水平差距不同 常规潜艇一方面使技术难度更小 另一方面是能获取更多的国境先进技术援助 俄罗斯的整体设计 法国德国的差油机都是给钱就能接触到的技术 而核反应堆等等系统可不是想要就能有的 所以站在击落机的高气垫上 再加上我军多年引进吸收的技术 进行持续改进的039A 自然静音性能和水生设备性能 都要比当年的636击落机强出不少 巴基斯坦拿到的版本 虽然不能核武军自用的最新型号笔 但是放在国际上 那也是全世界能买到最先进的大型常规潜艇了 其实想想 印度海军也挺可怜的 除了巴基斯坦人 实在是因为穷 没有水平 实在是玩不起 去以防空驱逐艳外 这么多年花了巴基斯坦多少倍的预算 也说不出具体见了点 什么比巴基斯坦强很多的东西来 会见吧 造了那么多年 什么里瓦克一共造出三艘 现在又要转回去找俄罗斯人 买11356改进行来补充兵力 潜艇呢 主力还是80年代末 水平的击落机 虽然进行了一定的现代化改装 但也是一代老艇 静音性能等等都衰退的厉害了 新艇选择了和法国人合作 贵是真的贵 但是到现在只见到了五艘 等到巴基斯坦这四艘054AP 和八艘053A一服役 那能让印度海军自我安慰的 大概也就只剩下体量大船多 以及有航母这两点了 汇舰性能是追不上054AP 潜艇那是数量和性能都追不上巴基斯坦 对于体量远不及印度 海军规模上也相差甚远的巴基斯坦来说 把海军实际上作战任务就两个 反封锁与破交 反封锁自然是要防止 印度利用其规模和实力 要强大的多的海军 直接深远乃至接近封锁 整个巴基斯坦的海岸线 阻止巴基斯坦的一线海上航运 从而打击巴基斯坦的总体战斗能力 破交自然是利用一切机会 对向印度提供军火 能源乃至粮食的航线 进行袭击和截断 从而迫使能源严重不能自给的 印度退出战争 历史上面临 与巴基斯坦相似海况的海军 都会重点选择 加强空潜快来建设 通过不对称手段 达成这种目标 巴基斯坦当然也不例外 再加上有了我国 将背靠背的 有相似战略意义的国家 在背后帮忙 所以实现这种空潜快 不对称优势 想也相对容易很多 而印度海军 现在的实际的反潜能力 也因为种种因素相当屠弱 舰艇升纳性能普遍一般 更是缺拔先进反潜于雷 再加上受制于潜艇部队的水平 反潜训练的水平 也一样相当薄弱 一旦真的与巴基斯坦之间 爆发全面的冲突 这八艘潜艇 将会给潜艇性能普遍落后 缺乏对潜坚持能力 对潜作战 不管是装备上 还是训练经验上 都相当薄弱的 进度海军 最大的威胁之一 对印度试图阻止 海岸封锁舰队来说 无处不在的巴基斯坦 竟因潜艇 将会对包括 航母在内的舰艇 都造成巨大威胁 不管是被偷掉的一艘驱逐舰 还是一艘护卫舰 都不是印度海军 能够承受的 作战巴基斯坦海军潜艇 就足够封锁印度 部分重要港口 让印度人头疼了 巴基斯坦这一轮 给海军增添 中国角色的动作 若是收获不小 一下子 就将原本对 印度海军的绝对优势 实战中难以避免 被第一时间封锁 乃至歼灭在港口 缺乏还手能力的巴海军 提升了到了 能够通过空军 和中程区域防空 提供掩护 利用超音速反舰导弹 发动打击 利用潜艇制造 不对程威胁 能与印度海军 好好扳手腕的状态 而这种能力的迅速提升 对于每年军费预算 就没多少 海陆空还同时面对 巨大压力 需要一分钱 拆三分化的巴基斯坦来说 在我们的帮助下 这次四艘护卫舰 八艘潜艇的轿子 那就更是显得 充满诚意和难能可贵了 据印度媒体报道 前段时间在法国的帮助下 印度海军的四艘 又与其常规潜艇 也准备正式服役 这在一定程度上 也增加印度海军 说一下军事力量 印方还透露 目前印军正在与俄罗斯谈判 用15亿美元 更新现有的八艘击洛级潜艇 并重金购买 俄罗斯剩下的三艘同级潜艇 来推动印度海军 现代化进程 然而 这一看起来完美的军事合作 却遭到了印度专家的吐槽 专家表示 印度跟法国合作的这一潜艇 早在2006年就开始建造了 却在2015年的时候才建完 除此之外 印度从俄罗斯购买二手武器 及重金升级旧潜艇的行为 也完全像是人傻钱多 毕竟15亿美元 也不是个小数字 完全能够再购买一艘新潜艇了 而相比起印度和盟国的合作 中巴之间的S20潜艇合作 就快得居多 2016年时 之间就签订了有关于出售八艘 AIP动力潜艇的草案 巴铁自己建造的方式进行 合作的价值也达到了50亿美元 如今 需要建造的四艘潜艇 均已经开工 而巴铁的建造工作 也已经正式展开 预计这八艘潜艇中 最早的一艘 在2022年就可以投入使用 交付巴铁建造的潜艇 最晚也可以在 2028年交付海军服役 之前 我国039型潜艇 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露面 不少网友猜测 是不是有了更先进的核潜艇 039型潜艇就要面临停产了 有分析人士指出 即便是拥有了先进的核潜艇 但由于众多因素的影响 常规潜艇依然是构成 深海作战体系的利息 过去有消息称 039常规潜艇 曾短暂停止建造 是因为存在装备 AIP动力系统技术难题 但大家还是在猜测的时候 近日央视曝光了 我国改进型后的 039B型潜艇的好消息 近年来 039B型潜艇的产量 和服役数量都有所提升 而且值得好久 央视才曝光了 039B型潜艇 表明AIP动力系统 技术难题已经攻克 要知道 AIP动力系统 可以使潜艇 不再那么依赖空气 这样依赖 就可以使潜艇 能够长时间 在水下抢航 避免潜艇时长 出水汲取空气 从而导致被对方 发现的现象 而且 经过改进后的 039B型潜艇 外观看起来更加有形 另外 在其原本就很难 被探测的基础上 再次降低了噪音 又使用了AIP动机系统 这样明显的技术优势 大大增加了 其反潜能力 世界上手批运用 AIP动力系统的 是瑞典海军使用的 哥特兰级潜艇 有历史资料显示 在十多年前 瑞典海军曾举行过一次 军事演习 目的就是为了检验 美军航母的反潜能力 结果哥特兰级潜艇 凭借其自身优势 成功穿越 美军航母的反潜网 如果是真实战争 意味着美军航母惨败 虽然说 AIP动力系统 不是我国首创 但却获得了我国 更为深入的改进升级 而且可以毫不夸张的说 AIP动力系统 被我国运用的炉火纯青 早前 美媒曾报道称 美军小英号航母 在演习的时候 我国039潜艇 突然浮出水面 而小英号航母 之前毫无察觉 不仅如此 039型潜艇 还携带了反舰导弹 小英号 已经位于射程之内 美军被威吓得不轻 目前 知道潜艇方面 AIP系统 在全球范围内 树立了极高的威信 我国如今也拥有该技术 使潜艇能在深海 隐秘地出没 使对手毫无防备可言 有分识认为 未来我国潜艇 或可以批量建造 长期以来 核潜艇高昂的造价 让不少国家望而却步 也正是基于这样的现状 AIP潜艇硬实而生 此类潜艇不需要依赖 空气推动机作为发动机 能够长时间在水下潜伏 隐蔽性 也比常规潜艇更加优秀 最重要的是 它的造价要低于核潜艇 该潜艇叫普通潜艇的区别 是安装的燃料电池 类似一种独特的发动机 在容器中上特殊材料 质子交换膜 两侧分别是正极和负极 正极输送氧气 负极输送氢气 释放出电子 转变为氢离子 与正极的氧气 发生化学反应 形成电流 更加其能环保 最早的AIP潜艇 是由德国研究而成的 212级潜艇 该潜艇分为四个舱室 首舱主要布置 鱼雷发射管 还可以存放 备用鱼雷 或者供舰员居住 二舱指挥舱 全舱的中心舱室 声纳 关通 导航 操舰 以及作战指挥中心等部门 三舱 燃料电池舱 主要布置燃料电池模块 四舱 动力舱 有潜艇的主机 推动电机 以及相应的辅助设备